拜登总统星期天拒绝就库莫州长的政治前途做出明确的表态 拜登当时刚刚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从特拉瓦州返回白宫 连日来包括参议员查克·舒默在内的纽约州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 公开敦促库莫辞职 拜登总统迄今为止尚未就库莫被控性骚扰一事公开发表评论 库莫州长除了被多名前驻手指控性骚扰之外 也有批评人士指责他的办公室瞒报了纽约州养老院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 白宫发言人莎奇上星期五说 拜登总统注意到本党人士要求库莫下台的呼吁 在此同时库莫州长拒绝辞职并认为呼吁他辞职是一种鲁莫和危险的做法 库莫州长在去年纽约疫情高峰时期曾经受到广泛拥戴 但是随着更多性骚扰指控陆续出现 他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孤立 美国之音电视新闻